MING PAO TO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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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大家一點都不陌生 我手上拿著這款 韓國品牌 因為它實在太太太出名了 就算你未用過 都應該會看過它洗腦式的廣告 這個花灑頭 是其中一個產品 小丁 我都用了一年多 這個狀態其實是 用了一段時間 開始時你都會想 家裡的洗澡水有多髒 你真的不用不知道 原來是可以很髒的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已經是啡色了 如果讓你看到原本的話 對比就會大很多 所以這個時候差不多要換 把舊這枝拿出來 然後把新的那枝插進去 再拎緊頭 這樣就可以使用了 它的水壓是挺舒服的 上次我如果看過 電動洗牙器 它的水壓都會淺很多水花出來 但這款和那款有什麼不同呢 水壓這一款是很舒服的 射到手上 上次會射到一陣子 就會全紅了 但這款射到身體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而且它的出孔位很多 所以你看到它的水花是很綿 很多很多條的水柱 我保留了舊的花灑頭 讓你看看 其實這個牌子也不差的 你看到它有很多出孔位 它是比較密的水柱 但你看到它的水是不值的 是有點凹凹的 這樣掉下來 所以那時候就是覺得它的水壓不好 你想想這樣洗澡 洗澡都還可以 洗頭就洗得不乾淨 於是我就換了這隻韓國的花灑頭 真心推介覺得是很好用的 看了那麼久 你又會不會想知道 真正洗澡的時候會是怎樣呢 現在就讓我們給它一點掌聲歡迎吧 Come on baby 不如現在洗澡給你看 HAPPY NEW YEAR 多謝你收看我們的短片 看完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多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片 Bye Bye